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百四十三集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在皇帝的强力收拢下 朝廷六部三院三司见回正轨 在于四野的叛军残兵也被尽数剿灭 叶崇领军凯旋而归 整个局面已然安定了下来 京都回到了平静之中 这一场谋反的气息终于渐渐的淡了 而范贤却是一大早便辞了监国的直思 在御驾返京的荡业便归还了陛下的行喜 虽说这个辞不辞 如今呢也没有人再把他当这个监国看 但谁知道这些小地方犯的错误 将来会不会酿成大祸呀 吃上一天便多一天的风险 他仍旧坐回监察院的提思 内库的转运史 再也不用理会朝政中的问题 朝政自有两位大学士领着一众文臣打理 军方自有疏密院打理 与他都扯不上什么关系 如此一来 除了阎兵云偶尔上府来报一下差事 将南苏文茂和夏其妃按时递来怨报 便再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关心 这时当中有些小插曲 比如小阎公子是如何活下来的 范贤一个字都没问 他如今连监察院都不太想去 更不想问那些让人心烦的问题 相反倒是夏其妃来信中说 江南的那位名老爷子 在获知长公主失败的消息之后 自一身亡 很让范贤感慨了一番 明清达终于死了 想到当年在江南 与这位老爷子缠斗许久 没料到就这般死了 范贤不禁有些枉然 心想老爷子上吊的时候 或许用的还真是那条自己送给他的白金吧 或许是被京都里连串的事情累着了 又或许是旧伤一直缠绵 范贤实实在在的病了一场 病育之后便只是在家里抱孩子 哄妻子 孝顺老子 躲进小楼成一桶 哪管楼外东南西北风 沁享天伦 好生快意 京都渐渐平静 那些活下来的官员们 在心思出定后 又开始回复到往常的钻营岁月里 所有人都知道这一个月中 在平叛世中 鞠躬至伟的小范大人 极少入宫 只是在家抱孩子 不免有些纳闷 有些自作聪明之徒 还以为陛下有了些别的心思 但后来宫中渐渐传来消息 就说陛下极喜欢这个 小范大人家的这个小丫头 便是小范大人敬仰一月 也是陛下给的恩典 于是所有人都知道 应该怎么做了 太后心丧 满京俱白 一礼 停了一应的娱乐消遣 酒楼都要关上一个月 范府游喜自然也不能大做 门口呢 一个红灯楼都不敢挂 怎么也看不出来这是喜气 但是每天黄昏之时 总有些官员们偷偷摸摸地进入范府 留下礼物 不吭一声便走 范氏父子俩 门声收礼 但对于那些官员所托之事 根本懒得理会 他们清楚啊 为何在这等严肃紧张的时节 那些官员还要冒险送礼走门路 平盘之后 往常跟着太子二皇子长公主的官员被拿下了一大批 都关在监察院的大牢里边 而有些在京都市中立场不够坚定的官员 也被皇帝一支笔便赶出了府衙 整个六部加上东边的东山路江南路 竟一下子空出了几百个位置来 猫儿爱星 狗儿爱屎 官员当然最爱官位 这几百个位置熏红了他们的眼 哪里还顾及得了太多呀 宫礼变动太大 许多老年间的门路都断了 大多数人与定州军方面又没有关系 更没有人敢给冷脸大皇子送礼 恰好小范大人生了个女儿 给了他们大好的送礼机会 自然不能错过 一月之后 京都终于打定 关于各部 寺 院 即东南二路里空出来的位置 门下中书省拟了个单子 简直当年春围里的后部官员填了许多进去 大部分呢是良善能干之徒 那些被写了名字的官员大喜过望 以为是自己给范府送的礼起了作用 没有被选上的呢 安自这个恼怒 家中备的银子太少 小范大人果然看不上 便在那日 范贤抱着孩子 一面低头逗弄这小丫头的 嫩红薄唇 一面对父亲说道 我可是一句话都没说的 范尚书喝了口酸姜子 微笑说道 我马上便要辞官了 谁乃烦进宫说去呀 小花 小花 范贤对父亲笑了笑 富有低头去哄孩子 这一月里边天天抱着丫头 真真是越来越爱了 范尚书看了他一眼 忽然开口说道 陛下虽然有旨让你休养 但你也养了一个月了 监察院的衙门 就是一天也没有去过 你究竟在躲什么呀 范贤心中一阵 生怕父亲看出自己的心思来 笑着说道 能躲的时候啊 赶紧躲躲 可婉儿成婚之后 除了玄空庙受伤那次 还没有过这等的休闲日子呢 提到玄空庙 他的唇角微微颤了一下 却没有让父亲注意到 其实这一个月里边 他躲在府中 不肯去监察院 实在是只因为一个原因 他很害怕碰到陈平平 如果真的碰见了陈平平 他怕自己会忍不住要问对方一些东西 证实某些东西 虽然老脖子出于对自己的爱护 依然会选择沉默和割裂 可是老少二人真的见面了 究竟该如何相处呢 有很多皇帝老子没有看明白的事情 范贤却是渐渐清楚了 只是看得越清楚 他的心里就越寒冷 越担心 就这般清闲的过了数日 京都的秋意越来越浓 天也越来越凉 京都也越来越安稳 宫里边呢 也越来越安静了 大部分的太监宫女都活了下来 继续她们服侍人 复职了的戴公公 偷偷传出话来 说小范大人问的那些人 有的活了 有的死了 还极为感动地说 这个世上只有小范大人 才会对这些可怜人如此照应 又想到当年的自己 如何云云 问了一些人名啊 其实只是个幌子 范贤只是要最终确认 红毒的处置 然而戴公公说的另一个消息 却让他表情凝结了起来 明日宫里便要发明照 明照说的什么内容 范贤心知肚明 陛下祭天的目的就是废太子 而这封明照终于发了下来 只证明了一点 东宫里的那位啊 已经 或许那位 已经走了很多天 只是没有人知道 范贤低着头 饮着茶 一言不发 脸上没有什么悲哀神情 平静的令人心计 林婉儿在一旁看着她的神情 知道这次又在想什么问题 小心地问道 怎么了 明日我要入宫 范贤对她轻声说道 有些事情要顶报陛下 林婉儿担忧地望着她 范贤安慰道 没什么大事 只是答应了一个人某些事情 与谋判有关的京都官员共计三百四十余人 加上他们的下属亲信 府上亲眷 此次陛下拢共抓了四千人 监察院的大佬早就关不下了 刑部和大理寺也塞满了人 最后甚至连太学的西学堂也挪空了出来 用来关押人犯 依庆律 谋逆者诸九卒 纵使有法外开恩的情况 只怕也要掉两三千颗脑袋 范贤苦笑着摇摇头 心想如果是当年的自己 或许这两三千颗脑袋掉便掉了 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呀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 长篇穿越小说《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只是活到今日 早已活明白了一些道理 至少答应人的事情 总得去做才是 而且从这个月的情况看 皇帝陛下的形势 是越来越温和了 范贤心里有几分把握 至少那些妇孺儿童 应该能多活几个 不说鸡不鸡福 便说太子投降 至少让庆国的军事们 多活了几千人 这份心思 范贤一定要还 第二日一大清早 范贤便整理好官服 脑中一动 又回身捡了一块布 放进怀里边 这块布上是范小花 满月里踩的红角鸭印 当时和府上下都觉得 范贤形势有些出奇 却没有想到 他只是怀念 很多年前的习俗 而今日拿这块布呢 自然是准备 供地心去也 准备妥当 上了马车 不料却看到 接对面那个熟悉的人 正含笑望着自己 范贤低头 看着自己黑色的 监察院官服 再看看那个人 身上的纯白衣裳 沉声说道 说了不去 便是不去 你就算天天办 白无常来拉我 我还是不去 颜冰云走了过来 冷漠的脸上 带着一丝微笑 说道 这是院长的意思 我这个做下属的 当然只好天天来烦你 您这是要入宫啊 既然都能入宫 自然要回院里 办理院务啊 总不至于 要等着院长 去宫里请旨吧 范贤往地上 催了一口 忽然想到 今天入宫的事情 皱着眉头 在阎兵云 耳边低声 说了几句 阎兵云 微义地看着他 心想 叛贼 人人 得而诸之 加之此事 乃依 庆律而行 陛下并未 大行诸连 提此大人 为何要入宫觐见呢 他像看着怪物一样 看着范贤 摇摇头说道 院里没有乱抓人 那些人 绝没有冤屈 手下不解 大人的心 什么时候 变得如此温柔 在这些亲信 或者是有人的眼中 范贤温柔的面容之下 一直隐藏着一颗 尖利 阴狠之心 果然 阎兵云才大感不解 皱眉相看 范贤被他看得 有些不自在 微叹一声 说道 等你啊 把沈家姑娘 成亲后 生了孩子 大概就能明白了 皇帝抬起头来 笑着看了范贤一眼 眼神温和里边 带着一丝取笑的意味 看来事情 过去一个月了 陛下的心情 已经平复了许多 今天 怎么有空进宫来看朕啊 但仙的心里 却是无来由的 生起一丝巨异 苦笑无言以对 虽说这一个月的假期 是陛下亲职给的 但整整一个月不入宫 不面圣 确实也有些说不过去 明显的 他听出了皇帝老子的不愉快 他有些不知该如何应对 不入宫 是因为他心中 那丝寒冷和害怕 是的 自从知晓了皇帝陛下 是大宗师之后 一向胆大包天的范贤 终于明白了恐惧是什么滋味 尤其是在这些天来 陛下的沉默宽容 让他更天替解 如果可以的话 他宁肯再也不入皇宫 再也不见皇帝老子的容颜 越温柔 越害怕 他吞了一口口水 润了润发干的嗓子 帝圣将今日入宫所求之事 诚恳地说了出来 只是他没有提到 太子李城前的名字 仅仅就事论事 劝说皇帝陛下 在处置谋判仪式时 能够法外开恩 胜利者总是宽容的 死了一大堆家人的陛下 愈来愈宽人 范贤在心里这般想着 而且自信 强横如陛下 应该不会担心这个春风吹又声的问题 然而出乎他的意料 皇帝陛下的脸色渐渐阴沉起来 似乎没有想到范贤难得入宫一次 所求竟是此事 毛子里边闪过一抹浓浓的寒意 范贤偷偷地看着这个皇帝老子的眼神 按道要糟 可即便要糟 他依然强顶着 坚持着这个意见 不仅仅是李城前死前所托 这也关乎他自己的勇气 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件事情 让他自我寻找到了一丝勇气 只怕他根本不敢再次入京 所以他必须坚持 正是因为这份坚持 今天的御书房显得十分热闹与恐怖 守在御书房外的姚太监 和那些职守的小太监们 被屋内传出的大怒骂声吓得脸色惨白 不知道小范大人究竟做了些什么 竟让皇帝陛下如此生气 众人紧张害怕地 在御书房外听着 那是茶杯摔到地面 粉身碎骨的声音 再然后便是小范大人口头的声音 陛下的痛骂声 两个人的争执声 姚太监面色不变 心里边却是巨浪翻滚 按道小范大人果然是胆大包天 居然敢当面和陛下顶牛 不免有些担心 待会儿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小心翼翼地盯着门口 按想是不是应该赶紧通知 门下中书的两位大学士啊 如今这天下 这皇宫死了这么多人 活着的人当中呢 能够有资格调停陛下 与淡博公之间争执的人 就只有那几位了 没过多久 御书房的两扇门 指着一声被人推开 范贤快步走了出来 脸上游子带着气氛不平之色 看也没看外面低头的太监一眼 一扶双袖便离开了皇宫 只是一出宫 上了马车 他脸上的愤怒不平之色 顿时脸去 眉眼间一片平静 唯有忧虑 理所当然的 皇帝陛下言辞训斥了 范贤 任何一位帝王 哪怕是号称最宽人的那几位 敢对于这个 敢谋夺天下 治权的这些敌人们 都没有丝毫的同情 这一点范贤应该想得清楚才是 他就是不明白 为人们还要争上那么一场 回到府中数日 宫里边一直没有消息传出来 也没有旨意训斥 范贤心中越来越不安 暗想皇帝老子大概猜出来自己的用意 所以也给自己玩了一招阴的 可是他也没什么法子呀 只好用监察院提司的身份 写了几封密奏 接连不断地往宫里边递去 试图再次激怒皇帝 谁知道这些密奏 如肉包子打狗 尼菩萨入疆 竟是一点回声也没有 再过数日 宫里边关于如何处置谋逆仪式 终于定了下来 范贤在府里捧着诏书 大感震惊与意外 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在御书房内 与皇帝陛下一番争执之后 陛下竟然真的听了自己的 将徒刀高高举起 却是轻轻落下 被缉拿的叛乱官员 以及一些没有开示的人物 共计有一千余人 被判了斩首之行 而那些被牵连此事中的 妇人与孩童 却是基本上被从轻发落 便是最后投降的叛军 皇帝陛下也只是 捡某一层级以上的将官杀了 而那些普通的士族 则是被打散之后 发往各处边境 以死囚的身份 为国厮杀 取个戴罪立功的意思 最后和解下来 大约有两千余人 因为叛乱之事而死 但这已经大大超出了 范贤最好的判断 尤其是那些依庆律 应当这个死 应当流放的犯官家人 绝大部分被降了一击发落 让他们的心情一阵大好 范贤的心情大好之余 更生疑惑 陛下为何要这么做呢 如果真是因为自己 进剑起的作用 那天在御书房内 为何又要 把这样大的脾气呢 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